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移民加拿大都有哪些攻略 我是在加拿大生活快20年的老移民了 我的这个系列讲座会帮助你重塑移民加拿大的认知 一定要多看几遍 能够让你在移民路上避坑走一些经 在这些年里 一波又一波的新移民从国内来到加拿大生活 我见证了咱们华人社区在加拿大逐步壮大 华人在加拿大社会中影响力逐步提高的过程 虽然新移民办理移民的方式和途径都不尽相同 但是作为移民申请的最终成功者 他们都做到了三点 首先就是结果自身的条件 第二 匹配合适的项目 第三 维持持续的努力 在我看来 移民加拿大是一个需要细致细心 并维持努力的一个过程 任何所谓不需要努力 或者只需要花钱就可以找到捷径 是不存在的 加拿大将移民立定为基本国策 真正的捷径 是建立在对加拿大移民政策的了解的基础上 去做有地方施的努力 加拿大移民法律法会繁杂 上百种的移民途径也眼花缭乱 联邦和各个省份的移民政策 也让人应接不暇 如何才能在这么多的信息当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去做努力呢 我通过这个系列的讲解 从加拿大移民法所搭建的移民框架上 把这些连年头晕目眩的加拿大移民路径 归归类 帮助有益移民到加拿大的朋友们 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努力方向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垫定加拿大移民体系的基石 也就是加拿大的移民与难民保护法 加拿大是一个以移民立国的大国 国土面积比咱中国还要大 但人口只有3800万 如果没有移民的引入 不光会造成劳动力的短缺 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也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加拿大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 制定和更新新的移民政策法规 加拿大的移民的申请和管理 逐渐演变成一个非常庞大 而且复杂的系统工程 围绕的加拿大移民与难民保护法 还有更细节化的加拿大移民与难民保护法规 移民部的各类政策性条款 指导性操作手册 公告和移民部说明等等等等 他们共同搭建了加拿大移民引入的框架和体系 在这个体系上的移民分类又是怎么样子呢 回答这个问题啊 还是要从根子上去了解加拿大的移民分类 这些年移民加拿大是处于史上最好的时期 政府制定了三年期的123万巨量的移民与难民计划 这么大规模的新移民引入 一定是需要统筹规划的 而加拿大的移民和难民保护法 就是这些规划的纲领及依据 依据加拿大移民法呀 永久居民的申请人可以分为三类 经济类 家庭团聚类 和难民类 从命名上就可以看出 经济类移民一定是和加拿大经济发展相关的 移民法也是根据经济类移民的申请人 未来在加拿大经济立足和发展的能力 来去做筛选的 而经济类移民也细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技术类 第二就是商业类 针对这两种经济类移民的引入上 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各级省府 有广泛的配合和细致的分工 总的来说 在技术类移民的引入上 联邦政府其实是主导作用 包括建立申请时间短至4个月的 快速通道Express Entry系统 而省提名项目的技术类移民 是由加拿大各省和地区 依据自身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而设定移民申请的要求的 类似我国各地的落户政策 通常会有更低的申请文化 目前有两类商业移民 是自雇移民以及创业签证移民 前者针对的人群可以理解成 文体基因 是能够为加拿大文化和体育事业 有所贡献的人士 后者针对的人群 则是需要获得移民局所指定的风头 天使投资 或者商业腐化器机构的支持后 才有资格申请 联邦商业类移民 它项目所面临的人群就比较窄了 而各省和地区商业移民的项目 则为加拿大引用企业家 管理人员和投资者 做了关键的补充 家庭团聚类的移民 是建立在家庭关系基础上的移民 只要加拿大的公民或者永久居民 才有这样的申请资格 去申请海外的亲属 成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前往加拿大团聚 这类申请人是需要加拿大公民 或者永久居民的配偶 未成年子女 父母 祖父母 以及该法所规定的其他特定家庭证员 需要注意的是 移民局审核的核心 在于关系的真实性 职责在于确保任何人都不得 弄虚作假 伪造关系证明 以期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 了解加拿大移民的主要分类 就和大家介绍 最能够让你发现 移民加拿大的捷径板块 是在哪里 正如开篇所说 移民加拿大绝对不是一个 可以简单操作的速成项目 申请人一定要充分了解自身的条件 和加拿大移民项目的基础上 去匹配适合自己的申请途径 虽然这些诸如意义快速通道 夫妻子女团聚 这样的项目办理时间 可以短至一年以内 乃至半年 那也是建立在申请人 具备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去做操作的 懂得如何护理杂音 找准申请的方向 再做准备同样非常关键 目前加拿大有百余种移民途径 联邦的途径不到20种 但是加拿大的10个省和两个地区 都有的省提名项目 包揽了加拿大80多种移民途径 加拿大的省提名项目 是加拿大各类移民政策的先行者和实验权 申请门槛低 联度配合高 对申请人的语言 联名 教育程度和家庭资产 都有非常灵活的变通 很多本身不具备 加拿大联邦项目申请条件的申请人 都可以通过省提名项目移民到加拿大 在省提名项目中 有适合白领工作者申请的技术类省提名项目 有适合高管企业家申请的商业投资类移民项目 这些项目的要求往往比联邦要低很多 只要你获得加拿大的省提名 移民加拿大就获得筋斗云一般的助力 但是啊 省提名的项目的申请也是有诸多难点的 相比起联邦的项目 省提名项目变化快 政策红利的诸期短 申请材料更为繁琐不易让人掌握 在有些时候 门槛低的省提名项目 甚至只有几个小时的开放时间就迅速关闭了 抢到名额用运气来形容是不为过的 所以啊 我这个系列开篇所说的三点 结合自身条件 匹配适合项目 为之持续努力 只有做到这三点 才能让你最终寻获移民加拿大的捷径和攻略